在香港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助铭 还有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 目前他们人也在华盛顿 在出席活动 他们原定是要与美国国务院 主管人权事务的官员来进行会晤 但是并没有成行 有媒体分析说 这可能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目前正在美国进行访问有关 我们知道9月26号 是香港雨伞运动的一周年纪念日 李助铭和黄之锋 希望能够向白宫官员 来反映香港的现况 期盼美国能够向习近平 来施加压力 在香港推行民主改革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目前已经展开了美国访问 同时也在西雅图 发表了他的第一场演说 习近平想通过这次访问 达到哪些目的呢 迎接他的 是否只有鲜花 笑脸 还有掌声呢 今天的媒体观察 我们要继续来讨论 有关于习近平访美的相关问题 我们先来欢迎主持人海涛 海涛你好 你好 宇文 是 我们刚刚有连串的报道 你也看到了 那么当然了 这个习近平这次的访问 我们就先来看看 星期二第一天 他的主要行程 就是这场所谓的政策演说 刚刚我们也听到了 苏浩教授的分析 他认为是美国方面 需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 合作的态度 来与中方交涉 但是我相信在美国方面认为呢 比较难缠的是中国方面的态度 跟我们谈谈 习近平这次来 他到底能够试图来说服 美国政府与人民吗 看他这个讲话 在西雅图这个讲话 他本来是一个正式的参会上的讲话 一般来说不应该很长 但是习近平花了很长时间来 可见他把这篇讲话看得非常重要 是他到美国的第一站的第一次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次 我相信他以后到华盛顿也好 到纽约也好 他不会有这么重要的一个 全方位的阐述中国政策的 这么一个讲话 他主要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谈中国国内的问题 包括经济发展 包括股市 包括反腐 包括这个法治 包括这个非政府组织 就等等 第二大块他是谈国际关系 包括美国和中国之间的 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 包括中国的南海问题 所谓和平发展的问题 主要就是这么两大块 但是他用了非常长的时间来讲 那么说话教授 他只是分析了 就是后面这一块 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 中国和国际之间关系 但是他没有分析 就是习近平在那中间 讲到中国国内的非常大的一块 这是说话教授 他这个没有谈到的 总体来说 习近平的调子 我把这篇讲话 基本上全面都看了 仔细地分析这篇 他这个调子就是说 他来美国 是向美国来表示一种 友好的姿态 要解决 就是求大同 存小意 大家抓住主流 像说话教授一样 大家抓住主流 来一起共同前进 获得一种双赢的局面 这是习近平来 访问的主要的目的 这也就是所谓的 他的这个面子问题 至于他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 这是他面子和理的问题 至于他目的能不能达到 那就看下一步来美国 真正要 华盛顿 来的首都 真正要讨论到核心的问题 所谓的核心的问题 不光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包括美国的核心利益 就是特别是双方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你刚才说到的 说话教授也提到了 就是中间的网络安全问题 还有就是人权问题 还有经济贸易逆差问题 人民币贬值问题 等等环境问题 等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方面是奥巴马和习近平 在首都华盛顿 要真正面对的问题 这是习近平要真正面对的问题 确实 这个西雅图的这场演说 可以看来是投石问路 但是接下来就要看看 他能够在华盛顿 引起什么样的一个效应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在西雅图 我们也已经看到了 抗疫的场面 这个早前 我们就已经预料了 这个抗疫的场面 在各个城市都会有发生 那么到底这一次呢 欢迎跟抗疫 习近平来访的队伍 双方的这个规模如何 双方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我知道海涛这几天来 也做了一些研究 一如既往呢 中国历来的老人访问呢 都是欢迎的规模 都是不小了 不管是邓小平 赵紫阳 或者是胡锦涛 江泽民 或者是谁谁谁来访问 那么 欢迎的人群当中 肯定是不少了 就是一如既往 中国的领导人 官职越高 权位越大 反对的人 也是越来越多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只有向最关键的人喊话 才能获得到他们所应有的 他们所期望得到的效果 那么从西雅图的抗疫来看呢 就是无非是 就是抗疫的人群 就是是一样的 欢迎的人群也是一样的 欢迎的人群主要是 在中国的那些学生学者 还有商人 抗疫的人群呢 主要还是这几大类 第一法轮功 第二是中国的民运人士 第三就是 西藏人士 还有台湾人士 还有一些 就是其他方面的 最近新增加的一区 就来 从中国到美国的维权人士 基本上是分为 这五大块人士 这五大块人士呢 不管是中国领导人 到哪里访问 他们总是会 如影相随地追着他们 这回到西雅图 然后到华盛顿 然后再到纽约 相信这五大块人群呢 都会一直是追着习近平 完成着三战的访问 是 我们也会密切地 关注与报道 我们谢谢海涛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 那么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 文字内容 还有我们的视频 也将会刊载 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欢迎您登陆查询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